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官场上的关键进步都是张之洞一手提拔的 张之洞将他从天局级的雷琼到提拔为副省级的涅丝 这种知义之恩足以令王之春成为张派人马 张之洞已调任胡广总督后不久 湖北番司的位置空了出来 番司掌管省级财政是从二品 其地位叫掌管司法的正三品涅丝更为重要 张之洞此时又选择了王之春 将其从广东涅丝的位置上调任胡北番司 这一方面是栽培王之春 另一方面也是要借助王在广东积累的改革开放经验 希望能拉动地处内地的胡北的改革 有意思的是此时广东番司的位置也将空缺 于是张之洞又同时插手了广东的三台人选 向中央推荐了胡北密司陈宇 陈宇是军机处的现任领班大臣 比亲王适夺的远亲 而且广东毕竟还是比湖北发达 官位的空缺也更肥 张之洞此举无疑将大大事好适夺 也确保了王之春能够顺利调任 至于成允腾出来的湖北涅丝位置 张之洞则准备安排 正在北京复衔的原浙江岸茶使陈宝珍 这是一举武德的事情 一 提拔王之春巩固子弟兵 二 提拔成云是好李亲王 三 提拔陈宝珍而且是雪中送炭 等于新增一元干将 四 确保了湖北的两大助手 班斯和涅斯都是自己人 加上一个极好相处的二把手 湖北巡抚 盘济巡 湖北就彻底成了张之洞的天下 五 加强了张之洞在鄂月两省 及北京的影响力 王之春作为铁杆的张派人马 如今掌管一省财政 这在张之洞 无论是需要投资做政绩 还是跑步前进时都大有弊 至于连仲三是被张之洞和刘学巡选中 成为到中央公关的具体操盘手 主攻荣禄 连仲三又是何许人呢 这首先要介绍军机张经连文冲 连文冲是杭州人 竟是出身 本职是户部郎中 考入军机处 分在汉二班 地位仅自于岭班达拉密 深得荣禄的赏识 是很有识权的大秘 以至于有笔记说 识当国者唯于荣禄 荣不学无术 赵令批折 一切为连文冲 连刘坤一这样的封疆大力 要调动工作 都要走他的门路 可见秘书专政的强悍 连文冲文笔甚好 庚子年时 慈禧太后对列国宣战的诏书 文词灿烂 就是出于他的手笔 据说那封伪造的列强要求 太后彻底退休的最后通牒 也是他的大作 以至于八国联军 非要将他也列入战犯名单 就算是十字幕中准备 优优优独播剧场上